鲜美多汁的牛肉馅怎么调 今天教朋友们做牛肉饺子 牛肉准备一斤左右 全部用牛肉吃起来口感比较干吧 我们再准备一些猪的肥肉给它切碎 牛肉和肥肉的比例为1比0.2 再放在一起剁碎 这里用绞肉机搅一下也可以 剁碎了之后放入容器中 拍碎的葱姜加清水 用干净的时候挤出葱姜汁 剁好的肉馅加上盐 生抽再加上葱姜水给肉馅补水增香 葱姜水分多次加进去 每加一次充分的搅拌 当肉馅把水分吸收之后 我们再加水 按照一斤肉三两葱姜水的比例添加 这个是第三次加水 然后一直把肉馅搅拌到非常点手 起焦的状态就可以了 切上一点大葱放进去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上芹菜白菜都可以 肉馅想要调的好吃 提前还要熬和尿油 用葱姜八角胡萝卜 小火慢熬 熬干了之后 把油放凉 然后倒入馅料中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用这个馅包包子 包饺子都非常的好吃 饺子皮买的是现成的 给它抹上肉馅 然后把肉馅在皮上压一下 两边的糊口使劲一挤 一个大肚饺子就包好了 包饺子包包子 这个看多少次都没有用 还是要自己操作 这个熟能生巧 对的视频多操作几遍就会了 再给朋友们看一个慢一点的 左手的糊口给它压上 食指整个垫在面皮下面 然后双手轻轻的捏 慢慢的往里面收一下 一个大肚饺子包好了 锅中水开 下饺子 我这个饺子呢 一锅下了太多了 最好是分开下 我们开大火来煮 烧开它之后呢 我们用冷水先积一下 等到水再次烧开 饺子就煮好了 这个是今天的早饭 好了 咱们再开饭了 吃饺子 里面有质 小心点 好炫啊 哎呦呦呦呦 好炫啊 高点 快点 快点 吃饺子 吃饺子 不然说的 咱们吃得好 晚中午吃的饱 晚上吃的手 好 好 吃饺子 吃饺子 给了啊 嗯 我吃吃饺子 吃饺子 吃饺子 筷子有猪末 大家慢慢悠悠的吃早饭 所以在吃午饭 把你觉得牛肉包好吃 还是猪肉包好吃 牛肉包好吃 牛肉包 你都会不傻 好羡慕你有这样的爸爸 你也不用 你发我白眼睛吗 好羡慕 好羡慕 好羡慕